路段内侧车道通车了 不过一旁扎道以及初步编拨整治都还在抢修当中 预计最快要到13号的早上6点左右才会全线通车 而高光局统计说到昨天晚间11点为止 已经一共轻运出了16000多万立方公尺的土方 针对这滑落的编拨附建期大概需要花上半年 未来会在不影响通车的情况之下 持续进行修复工程 并且会增加更多的边波监测器来监控安全